最好的狀態是癱瘓 最壞的不是腦死 植物冷 反正是酷皮不行 妈妈细俗宝贝女儿的伤势 心如刀割 小小身躯还得承受插管治疗 妈妈心疼不已打算拔管 会想说拔管 这方式治疗 气管绝症是我跟爸爸一起决定的事情 涉嫌虐待的25岁郭姓保姆 26号晚间到台中递检复训 因为涉案重大 又有串证的可能 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 27号法院开庭 结果出炉 经过法院讯问之后 认为非语与羁押 难以进行侦查 法官裁定从今天开始羁押 并禁止接见通信 法官认为保姆涉及重伤害罪 有串证淹灭证据的可能 裁定羁押近见两个月 担任警职的保姆丈夫 同样也被列为被告 遭到限制出警 妈妈回想起事发经过 还是很气愤 把健康的女儿送给这对夫妻照顾 不到两个月 颅内出血 昏迷指数三 住进了医院插管治疗 妈妈只希望司法调查后 还原真相 能给宝贝女儿一个公道 记者许日文公益德章志凯 SNC小组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两栈 reveal 地裤